好,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思考的责任 现在在讲危机思考 我去过日本 我发现日本这个国家 这个自然自愿不丰富 但是GDP也很高 我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自然自愿不丰富 他们GDP很高 后来我发现 他们所有用的资源都是从外面什么 进口进来 外面为什么可以进口过来呢 因为他们可以什么 加工 他们可以生产 日本他可以生产 他为什么可以生产 他生产的东西要比别人什么 好 他比别人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发现日本这个国家 用了像其他国家 其他民族一个 都别人没有开发的一个资源 危机资源 所以你看日本当他非常好的时候 他还在说危险 危险 晚上从东京 车开过去之后 十点钟 很多办公室还通火 明亮 干什么 如果他要是提前回家 七点钟回家 他老婆就要骂他 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 所以他们把大部分时间 拿来什么 学习和工作 危机会产生什么 会产生动力 我在加拿大留学的时候 注意到这么一个现象 我在的那个省 叫这个Saskatchian Saskatchian那个 有一个湖 有一个湖 就是春天来了 那个大宴什么 飞过来 飞过来说 哎呀 特别好 风景的 但是等到秋天冷的时候 大宴应该怎么样 会飞到什么 南方去 但是这时候好心的加拿大人 给他们盖了房子 给他们吃的东西 这些 而一看 有吃的有房子还不冷 就开始什么 住下来 第一年是这样 第二年是这样 然后随着他不飞 这个鹅 这个大宴就变得什么 飞了 然后等有一天 特别冷的冬天 就把他们给什么 冻死了 因为他们条件什么 太好了 没有危机 有一句话叫 富不过什么 三代 你们看那些很优秀的那些老板 像李嘉诚 十一二岁 他的孩子就把他放到美国去读书 李嘉诚为什么可以成功 因为他有危机 因为他十二岁的时候 他的父母就是什么 去世了 这是李嘉诚 还有个叫高尔基的 六岁时候就变成什么 包括我们深圳的这个王传福 他小学的时候 王传福 小学的时候母亲去世 中学的时候父亲去世 其实最大的危机 是死亡 同时死亡也是最好的老师 因为死亡非常真实 任何人在死亡和危机面前 任何娇柔造作都显得苍白什么 无力 所以经历过死亡出来的人 我喜欢跟三种人打交道 第一个是军人 我说的是在那个战场上 没有牺牲的军人 他跟死亡什么 第二个是生了大病 差一点死掉 他们什么 又活过来 他们对生活的感悟和一般人完全不一样 还有一种人 就是在监狱里蹲过的人 因为他相当于只有时间没有空间 他的危机也等于半死亡 这些人出来之后 有这种经历之后 他看生活的角度 跟一般人完全不一样 你想一想 对经历过一个死亡的人来讲 这个金融危机算什么 根本就不算什么 当我们讲到危机 是日本人在开发危机这个资源 还有一个民族 他是被迫开发这个危机 而是他是个世界上最优秀 最伟大 最智慧 最有钱的民族 这是什么民族 犹太民族 因为他在这个世界上流浪了什么 几千年 所以在1948年的时候 他们才建立了以色列国 现在以色列跟加沙 也是为了他的生存 为什么 他有危机 所以当我们很早的时候 开始动用危机资源的时候 我们的授权跟员工一讲 他就知道 为什么 危机最容易让人改变 有动力去改变 所以张瑞明说 要做一个伟大的企业 对待成就 永远要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比尔盖茨也告诉他的员工 大家努力吧 再不努力 18个月之后 我们就要什么 破产了 这些做的企业的那些企业家 为什么这样呢 包括华为的认证费说 他是十几年来 我都是在每天都是想到失败失败 对成功 事而什么 不见 我问农历期的老板 徐志伟 我说 哇 你这一百多亿 做的这个产值因 很成功了 他说 不成功啊 我说 为什么 他说 比起保洁这些 我算什么 所以成功的人 他的目标很大 还有一个 我问了很多人关于成功 他说 根本就没有成功 只有努力 因为成功不是一个结果 它是一个什么 过程 你再成功了 你还要面对明天的什么 挑战 所以 李嘉诚 他也有什么 危机意识 好 这就是我们对这个危机思考的是什么 得到的感触 如果一个企业要想发展 必须去动用他这个什么 资源 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可以成就起来了 为什么三星在1997年金融危机 可以危机中可以度过出来 他们都利用了什么 化威什么 危机 有些人他说成功 我说 真正要成功 就要你要经过多少次什么 危机 危机到什么时候 叫不算危机 就是危机来了 对你来说已经没有感觉了 也就是说 你的能力 已经完全可以驾驭什么 危机了 那就是说 你要把你自己的功课什么 做好 当危机还没有来的时候 你已经把棉衣冬天没有来的时候把棉衣做好 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有些企业应付不了这个危机 危机是因为它十几年来一直沿用了一个思维模式 行为模式 它不会变 它终究要什么 被淘汰 所以我们说 所以我们讲危机就是什么 如果大家想避免下一次经济危机 现在就开始什么 做准备了 不要去做一些别人都可以做的 不要去做那个附加值比较低的 因为这个国际社会的产业链在强整 我们再去做这个低附加值的 已经什么 没有办法再生存了 所以要必须向中国 中国创造进行 中国创造怎么来呢 学习 创新 创新是什么 很简单 创新就是消灭死亡 什么叫创新呢 就是现在把现在还优秀的东西什么 消灭掉 因为什么 还有更优秀的什么 要出来 所以解放思想 实际上珠江三角洲 近十年来已经落后了 已经落后了 为什么 因为前一段时间走得太快了 觉得自己什么 了不起了 我去看内地一些企业 去上海 去江苏看 他们比我们什么 有更多的优势 所以 深圳被谁抛弃那篇文章 我现在 依然什么 记忆有心 当别人在写 深圳被谁抛弃的时候 我首先考虑的问题 我 被谁抛弃 其实不是别人抛弃 自己 而是什么 自己在抛弃自己 我是一切问题 我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所以办企业 我们要了解因 然后什么 自然裹着出来了 所以我见到那些成功的人士 我首先就问 你为什么可以成功 我就了解他们的什么 因 而不是看到他们现在什么 做得这么好 那些 他们的因 一个最大的特点 不怕失败 有些企业 为什么不敢授权 因为自己已经获得了一定财富 害怕授权了之后 这个东西是什么 没有了 大家记住 你越怕丢失的东西 这个东西越要什么 丢失 不是你想抱就能什么 抱住 如果你想获得更多 你必须把现在的思维模式 进行什么 排除 第六个 决策则 很多公司的决策责任都在老板 就是员工买一个普通的文具 也要去什么 签个字 我在贵州有个老板 做房地产 也是十几个亿 但是他会因为买一个马桶 149块钱去签字 他会为他的员工出去 出差 他会给他订票 会安排住宿 大家想一想 老板你都干这样的事情 你把别人的活不是抢掉了吗 所以看到很多情况 就是老板忙 二郎的这个两条腿都跑断了 但是员工还在那跳着二郎腿 这时候我们应该让大家 共同来承担什么 决策的责任 这个西南航空公司 有一次跟一个创意公司 在安排一个项目 怎么样去度假 这个创意公司 突然给他们讲了一个观点 说你能不能把这个飞机 涂成像这个海豚一样的 哇 这个员工说太好了 我们赶快图吧 那个员工对于创意公司 比较纳闷 这个事情你要请教你的什么 老板 他说不用请教了 我的老板跟我想着什么 一样 他们觉得很奇怪 其实这一点不奇怪 因为他们公司的思维是一样的 文化是一样的 就是为了客户 你可以做出什么 决策 他们在一分钟之内 就把一个决策什么 做好了 然后什么 这个效率就大大的什么 提高了 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什么 客户 保洁公司老板说过这么一句话 真正的老板是客户 但是我们现在在公司里想一想 公司里真正的老板是谁 值得我们思考 OK 沃尔玛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他的这个价格决策 谁来决策呢 任何一个员工 就是临时工 你发现别人的价格 什么 比你的高 你都可以定下来 这给我们说出明一个什么道理 也就是说他们全民结兵 他们把所有的人的资源都整合起来了 所以他们可以快速的什么 应对市场 OK 所以我们应该把更多的决策交给什么 一线员工 我有一次在一个地方去吃饭 吃饭的时候我就问他们那个小姐 我说这个小姐能不能给我上一把果盘来 她马上给我上来 接着我一问她 我说小姐 你喜不喜欢我 我突然把那个小姐什么 愣了一跳 马上 她又说 因为我们四个人在一起 她说你们四个人我都喜欢 大家可能也想问我 为什么问这句话 为什么问她要果盘 实际上 我跟这个小姐在对话 我更想了解她公司后面的运作情况 因为这个小姐 我把一般的服务人员不叫服务人员 我把她叫一线CEO 因为我们见到公司老板 很难见到 然后就是这些服务人员 她向一线CEO代表她的老板在跟我们什么 沟通 她的一言一行完全代表她的公司 就像中国人到法国美国旅游的时候 中国人的 人家不会问你是深圳人 河南人 山东人 上海人 她就觉得你是什么 中国人 所以这个小姐回答得很好 我就知道他们的文化 他们的培训做得好 他们可以自己做决策 自己可以拿一些东西跟客户吃 我不是要吃那个东西 我是看他们对客户的这个需求 怎么样的什么 反应 就是这 那一盘水果 最多就是一块钱两块钱的成本了 但是它带给你的客户的感觉是什么 完全不一样 OK 所以我们应该把更多的决策 让员工去什么 承担 我们刚才讲了 我们授权是为了整合资源 授权是让大家分担什么 责任 还有授权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开发人才 我们很多的时候都说人才不够用 但是我们看到 通用电器为什么厉害 这130年里给世界500强提供了什么 近200位CEO的位置 为什么厉害 因为经营企业实际上就是在办学校 办学校就在什么 培养人才 我们讲一流的企业办学校 超一流的企业在办什么 办文化 我们看这个授权 为什么可以开发人才 我们知道在2000年的时候 联想的柳传志 把他的接力棒交给了 刚满40岁的杨元庆 杨元庆从一个普通的大学生 变成掌管几百亿资产的 联想集团的董事长 他为什么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 就走到这个位置 是因为柳传志在花很大的精力 什么培养他 让他在销售岗位去做 让他到这个管理岗位去做 所以杨元庆可以不断地成长 为了他的成长 柳传志还给他配外国的教练 为了他的成长 柳传志在香港的时候不断地给他的写信 我们讲过 领导应该把30%的时间花在人才培养上 有一次我在看电视 一个财经记者问TCL的李东升 你花在人才培养上多少时间 他说不足10% 我也去过一些大企业做过培训 在给TCL海外30名经理 在培训的时候 我发现他们的企业文化的凝聚力 还需要提高 所以这个凝聚力怎么来提高 是要老板身先士足去推广文化 所以当我们有的时候留不住员工的时候 也就是说我们的事业的发展 受到了什么 瓶颈 人才为什么要待在企业 美国的一家公司做过调查 调查了一千多家企业 其中最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这些人在 成长的什么 平台 所以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授权可以开发人才 是凤凰卫视 大家可能都看过《枪枪三人行》 从刘长乐董事长的角度来说 他不是太喜欢这个节目 但是市场上的确还有些人喜欢看斗文陶的那种说话方式 刘长乐说那个节目我就不看 但是什么 让他去发展 作为领导人 你能宽容多少人 你才能领导多少人 有些人你可能看不上 但是他也是资源 因为在公司里没有垃圾 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 刘长乐之所以可以发展到今天 是因为他胸怀比较宽广 胸怀比较宽广 才可以吸引众多的人才 中央电视台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心有多大 舞台就有多大 我们刚才说了 如果一个企业家老是在小五 不到大五 他怎么能发展到五五 上一次在广州讲课 有一个老板听了我的课 叫胡老师 我办企业十八年 最近五年发展不好 我就是因为心眼太小了 不放心别人 我说你错过多少机会啊 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机会最多的地方 你给别人机会就是给什么 自己机会 企业办到一定程度了 大家注意 这个企业就不是你的了 它是社会的了 真正的打工最辛苦的是那个董事长啊 所以你搞那么辛苦干什么 把机会给别人嘛 让别人去成长嘛 谁长怎么样 船高了 所以讲来讲去 还是做人 心胸要什么 开放 我们老说改革开放 实际上开放改革 你开放了才可以什么 改革 你开放了 你心大了 你心大了 舞台是什么 舞台大了才有人才啊 因为你授权到最后 你整合了人才可能整合其他的资源 所以讲到底还是什么 心的问题 心的问题是什么 是道 是规律 所以 大家注意啊 心是我们这个讲座无法讲座的 心是什么 心是你自己去体验的 如果你没有经过灾难 没有经过破产 没有经过痛苦 你的心还不够成熟 你碰到金融危机 汶川大地震的时候 你就是什么 慌张 所以我们要培养人才 老板啊 一定要什么 开放 因为企业办到一定程度就不是你的 是社会的了 只有你用心才可以什么 搭起一个舞台 吸引更多的人才 所以 斗文涛也好 杨元庆也好 是因为他们碰到一个非常好的老板 所以做企业 讲到底是做人啊 人这两个字是什么 一撇一囊 最难写的 最难写的就是什么 一撇一囊 如果把人做好了 你就把人性了解了 你了解了 你了解了人性 你才可以整合资源 而且这个资源 无论是美国人 欧洲人 中国人 人性都是什么 一样 所以我们讲 所以我们讲老板要做人 怎么样做好 解 解 解 会 解掉什么 毛病 解掉小我 解掉自私 解掉骄傲 如果你不把这个东西 解掉 你就没有办法定 什么叫定啊 定叫专注 专一 叫静心 你想一想 你时刻都考虑自己 你特别骄傲 你的心就静不下来 如果你的修炼到了定的一步 你离成功已经不远了 慧是什么 是智慧 我们拿一个瓶子来说 这个瓶子里装了很多石头和泥土 如果你特别是小 我考虑自私 特别骄傲 什么东西都在计算的时候 就相当于这个瓶子在不断地晃 这瓶子在不断地晃的时候 你看这个外界世界什么 就不清楚 你看世界不清楚的时候 你判断就会出现什么 错误 所以当你把这些去掉的时候 你专注静心的时候 你发现世界非常清楚 世界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 复杂在谁 在自己 你为什么会复杂 因为你有一个什么 自私 你考虑都是什么 自己的利益 柳川志考虑的是什么 是这个企业怎么样什么 发展上去 而不是把这个钱怎么样搞到自己身上 所以当他进心的时候 什么 他就可以什么 有智慧 他有智慧就可以解决问题 我们有些人解决不了问题 是因为是什么 自己的智慧不够 自己智慧不够 因为什么 定不下心来 看不清楚整个的情况是怎么样 所以第一步是要建 第二步是什么 定 第三步 它就自然什么 发生 所以做企业 我们刚才讲 就是什么 做人 做人就是什么 界定会 如果大家有时间 可以去看一看佛教的一些东西 因为有很多人把佛教当成迷信了 佛教是智慧 佛教是一种体验 我走到很多地方 都是跟那些和尚去沟通 其实他们的一句话 可能让我们会豁然开朗 我有一次工作了有二十多天 来回在全国坐飞机讲课 非常累 我就到那个庙里去问 我问那个和尚 这公司给我安排这么多课程 我真的很累 那个和尚马上说 累死你自己想出来 我就把负担放下来 我每天想着 还有多少课程 还有多少课程 那我的压力就是什么 大了 所以累和压力都是自己的什么 想出来 红军长城时期的时候 最小的一个红军战士 多少 十一岁 走着走着走着 他都会睡着的 但是他还往前走 其实人的潜力是什么 很大的 为什么有着人的潜力 没有开发出来 是因为他内在的毛病 就像沼泽一样 把他给什么 困住了 他没有把他的能力 什么 释放出来 所以到了军队 到了一些好的单位 给他好的环境 他一下就成长起来 好 我们讲第一个什么 这个是可以开发人才 第二个什么 考验人才 2000年 2000年 夏天的一个晚上 一个空军副司令员 突然接到国务院的一个电话 说你赶快赶 最末的一个班机到北京来 这空军司令员莫名其妙 我是接受空军领导的 怎么你给我下命令呢 对方的口气很坚定 你赶快来吧 其他的事情我们来帮你 等这个空军司令员来到北京的时候 然后国务院的人告诉他 我们准备任命你当国行的董事长 这个人很吃惊 这个人就是李家祥 他在空军工作了三十年 从来没有在企业工作过 这时候国行 国行已经面临很多困难 不断的亏损 李家祥没有做过企业 但是透过他三年的努力 他的唯一的办法 就是跟别人去沟通 去交流 所以在三年的期间 他让国行上市了 在这三年期间 他做了什么工作呢 他把三十位中高层的干部 什么样 送到监狱里去 把三百名中高层的干部的位置 给他什么 调下来 所以在这个危机的关头 这个军人成功地完成了 国行的什么 转型 他没有做过企业 其实做企业就是做人 为什么 我在我的那个书里头 隐形财富 研究了一百多位世界级成功人士 不论是他体育 他是宗教 他是政治 他是军纪 他是文化 这些人做人的一个特点 世界级的人做人 第一个是勤奋 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勤奋 有梦想 有梦想的人才可以勤奋 有梦想的人就会有激情 在这里我想给大家说 那个激情不是声音喊得最高 那个激情是来自内心 来自一种 来自一种爱 来自一种责任 他可以说话声音很小 但是他的能量会什么 非常的大 所有这些行业的人 为 勤奋 第二个是什么 谦虚 因为谦虚 他才会不断地进步 如果你问梁朝伟 他哪一部戏演得好 他都说演得不好 是因为 他的标准跟别人什么 不一样 其实演戏跟人生一样 他都是个遗憾的艺术 为什么 你一次没有办法 把他做的什么 非常好 所以我看那些优秀的人 他们的标准什么 非常的高 为什么他们的标准非常高 因为他们的梦想什么 很大 人和人之间的竞争 是标准之间的竞争 刘翔为什么可以成功 因为他的师父孙海平 在训练他的时候 不是把他当成一个全国选手训练 把他当成什么 世界选手 为什么孙海平可以把他当成世界选手 因为孙海平在世界 在美国留过学 他了解世界的这个运动水平 他把他的梦想跟刘翔的梦想什么 结合到一起了 所以他们的标准是什么 这是人和人之间的竞争 是标准的之间 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竞争是什么 文化的竞争 你这个企业 就像西南航空公司的老板说之后 我们飞机是从波音买来的 你也可以买到 但是我们的文化 你什么 买不到 拿钱买不到的东西 叫什么 叫核心竞争能力 所以那些企业 你不要看他表面上 他穿的衣服 关键是他的文化 我们下面一节会谈到什么文化 这是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竞争 还有一个是什么 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竞争是什么 文明 中华文明为什么厉害 因为我们文明当中的很多基因 会让我们不断的发展 这次奥运会 让中国大展分头的是一个字 是什么 核 核跟授权有什么关系 如果要和谐 核就是每个人要 这是庄稼呀 这是口啊 每个人都要有什么 饭吃啊 如果再到和谐来 每个人都有话说呀 又有饭吃又有话说 这个授权就到位了 但是现在一般公司是什么 只有老板才能什么 说话 员工说不上啊 没有沟通啊 所以我们看 每个人的标准提高了 他的习惯好了 他就会支撑这个企业的文化 这个企业的文化好了 企业文化好了多了之后 他会支撑一个国家的什么 文明 如果我们中国也有很多微软 通用电器 麦当劳这样的企业 那我们不就发展了吗 国家不就成长了吗 所以做人实际上是什么 要勤奋 勤奋后面是什么 有目标 还有什么 谦虚 讲到谦虚 我再给大家讲 谦虚为什么好 在《易经六十四卦》中 最好的一卦是什么 牵挂 为什么牵挂好 因为牵挂只有急 没有凶 为什么它好 这是地平线 有牵挂 谦虚的人 它有很大的能量 但是它把它的能量 都放在什么 地平线以下 表面上看着非常什么 平和 但是它下面有很多的什么 能量 我看到有些地区 突然富起来之后 就开奔驰 就开宝马 然后就希望炫耀它的什么 财富 但是你真正到那些 真正有钱的人 它反而什么 不炫耀 因为那个东西只是外在的 但是不谦虚的人 它就会把它的能力 什么 搞到上面 搞到上面 它就会成为别人的什么 靶子 它就会造成别人的什么 威胁 所以做人要什么 谦虚 为什么谦虚 好 从我个人来讲 孔子说过 三人行什么 必有什么 我是 这是谦虚带有的好处 所以我在日常生活中 我只要发现别人什么 有值得我学的东西 我主动就是什么 去学 因为麦克尔乔丹说过一句话 所谓的成功就是主动 前一段时间 我在北京中国大饭店 跟一个朋友谈事 然后谈了谈了 看见一个人出现了 这个人好面熟 原来这个人叫什么 冯远是什么 冯远专大家是吧 他是个演员 然后接着他要去路雨薇灯店里面 我就问他 我说冯老师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为什么坏 他说他也不知道 我接着再问他 我说冯老师 作为一个好演员 应该具备哪三个素质 我一般都问别人三个素质 他说第一个 这就开他学习了 要有悟性 那我就问 什么叫悟性 他说老师教十个人 但是十个人的感觉不一样 这就叫悟性 哦 我明白了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悟性 姚明打篮球有悟性 老虎舞姿打什么 高福有悟性 张曼玉演戏什么 有悟性 陈锦瑞做那个数学什么 有悟性 如果你是 我经常说 一个是鱼 一个是鸟 如果你觉得你是鱼 你就在水里什么 有 如果你是鸟什么 你在天上飞 就可怕的就是鸟看到鱼很羡慕 它也要什么 下去 那就完了 这个鱼看到鸟 你飞那么高 我也跟你飞 完了 鱼是离开了 这个水对鱼是好的 但是对鸟是吗 是不好 空气是对鸟好 但是吗 对鱼不行 每个人生长的环境不一样 每个人特性不一样 这就要学会给自己什么 定位 好 我们讲了悟性 我接着呢 第二个是什么 他说 第二个 是学习 我搞不懂 我说为什么 读书学习这么重要 他告诉我 有些原因一下子红了 接着就是什么 退下去了 原因在他没有文化的底子 在支撑着 哦 我明白了 学习是多么重要 我是透过成功人士 在讲学习 又加深我对学习的什么 认识 第三个 我说是什么 他说叫看片 就是看片子 看别人的片子 我说为什么看片重要 他说什么 他说十种人哭法都不一样 为什么有的人哭是什么 揪你的心 就从中是什么 模仿 这我就像什么 陈彦珍学了 这三点 接着我又问他 我是在中国的男演员里 你最欣赏的是哪几位 他跟我讲的第一位 是陈宝国 这使我想起了十年前 我跟陈宝国在一起交流的时候 我说 哎呀你们这些演员很受人尊重啊 那时候我拍电视剧 跟他在一起交流到北京去做宣传 他说什么 哎也无所谓 演员就跟你们一样 也是一种工作 别把我们看得什么 那么神秘 后来陈宝国在一次电视上说 他二十多岁的时候 他拼命想展示自己的演技 到四十岁的时候 他才发现演员不是在表演演技 实际上在演什么 心 这个心从哪里来 就从平常的小事情 一点一点什么 积累起来 生活素质 陈宝国另外一个特点 喜欢学习 谦虚 我接着问还喜欢谁 陈道明 江文 这些都是实力派演员 这些人都喜欢什么 学习 当然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人也喜欢学习 陈宝叫的那个演员叫什么 唐国强叫他什么 奶油小生 奶油小生二十多年之后 在他演戏的过程中一直都学习 现在唐国强已经从奶油小生 转变成帝王专业户了 他演的毛泽东演的其他的人 神似 为什么 有神的人 他一定悟性好 一定学习好 陈宝国说他演汉武大帝 说一上场 他把全部的事情都什么 忘掉了 他把自己完全放在那个什么 角色里了 神的一个最大的特点 叫忘我 就是你当演员 到最后你演那个角色的时候 你就不存在了 那个角色什么 存在 你当企业老总的时候 你就不存在了 那个老总存在 因为你要为他负责任 所以冯远征 他的悟性学习看片 值得我们什么 好好的学习 授权考验人 我们再看一看 授权培养人 凡是做的好的企业 他们都不断的什么 在授权 我们刚才说过 通用电器 他为什么厉害 因为他的老板 他有一个名单 这是记忆 记忆这个名单是什么 他那个名单上 永远有五百个经理人 所以他们可以跨行业收购 可以快速发展 因为他们有人才 为什么有人才 他就厉害 因为我们有一句话 是这样说的 隔行是吗 如隔山 但是隔行不隔什么 理 道理都是什么 一样的 你人才只要会什么 做人 我们刚才说了 李家祥 他从工军转到这个国行 然后他当上了什么 董事长 他照样可以做 因为他做人什么 做对了 所以先做人什么 后做事 但是有些人就急着先去什么 做事 所以人都没有做好 做出来的事 可想而知 OK 好 这个我们接着再看下面 这个授权 他可以规划人 第四点 授权可以规划人 90年代末 我在跟上海市的一个 组织部的处长在沟通 他就说 当朱镕基在那的时候 他们就专门每年挑 几十名干部 到海外去什么 进修 上半年是在学校里 学英语 学管理 学别人的文化 下半年就到企业 到公司去做 他们这种做法 从来没有告诉外面 为什么 因为92年上海 浦东开发之后 需要的是什么 人才 而且这个人才是国际化人才 那一批的人也包括陈良语 所以陈良语是到英国去学习的 所以你要想授权 你要提前把人才什么 做一个储备 这是上海市的什么经验 当然深圳市现在也在做一些工作 再看三星 三星有一个制度叫预备经营 比如说三星要准备开拓 非洲的市场 它就提前把人派到那去 熟悉它的文化 环境 政治 经济 然后还有它的语言 等他们真正要开展事业的时候 他就开始什么 使用这个人才 我走了很多企业 我发现这些企业 给我碰到 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 人才不够用 我说你们干什么去了 他说去做业务去了 松下电器的老板说 他首先是生产的人才 然后人才才去生产什么 产品 我们就拿培训来说 有些老板 花一万两万块钱吃饭 根本不眨眼 你要让他花几千块钱来学习 他就什么 没有这个意识 我们说挣钱是要靠本事 花钱是要靠艺术 现在你能挣到钱 不是靠你所谓多大的本事 张瑞敏说过这么一句话 台风来的时候猪都会飞 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机会好的时候 你做什么都可以什么 挣到钱 但是现在这样的好日子什么 过去了 所以你好的企业家 你应该把机会转变成什么 能力 你把机会转变成能力 你就要去什么 学习 而且不断地学习 而且不是你一个人学习 要所有的公司的人都来什么 学习 碰到这么一些情况 有些人到了这个MBA学这个 长江MBA学了 然后这个中欧学了 但是他的中高层 他们的水平还没有什么 提高 所以成长要什么 共同什么 成长 所以在人才方面 如果你要想发展 就应该什么 预备经验 早一点做准备 不要等事业发展的时候 当然有些人说 我早一点做准备 他跑了怎么办 他跑了就跑吧 你不能因为他跑 你就什么 不做准备 他跑了也正常 他跑到其他企业 其他企业还有人跑到你这来 人才什么 在流动的 有些人思想很简单 我培训的人出去了 出去了也是为社会做贡献 所以不要老从小我的角度考虑 要从什么 大我 因为学习最好 就是你已经培养了这种文化 大家在这里头都在学习 所以授权 还要让我们可以提前什么 规划人才 下面我们看一看 我们讲完了这个 为什么要授权 我们讲权力的大趋势 就是权力怎么样 从高层越来越开始什么 往低层走了 权力越来越归什么 老百姓 巴西 总统卢拉 还有韩国总统卢武炫 他们全都是平民出身了 现在有很多的总统都是什么 平民出身了 跟以往的过去 领导人产生的方式已经不一样了 我们把时间回到1215年 英国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事情 在1215年签订了一个叫大宪章 这个大宪章是什么内容 这个大宪章63条主要的内容 就是规范国王的权力 因为约翰王 英国的约翰王在外头四处打仗 他一打仗 然后就缺钱 一缺钱 他就向贵族征税 然后征兵 他的这种随意征兵 随意打仗 引起大家什么 不满 所以他在法国打败仗的时候 这些贵族就起来 跟他打仗 把他给什么 打败了 打败之后 他签订了这个什么 大宪章 不要小看1215年这个大宪章 这是人类历史上 人权进步的 一个里程碑的世界 美国的人权法案跟他有关系 这标志着国王的权力 该是受到什么 制约了 所以这个贵族跟约翰王的斗争 大家记住 他的这种斗争是靠什么 战争来完成 所以任何权力都是什么 透过流血什么 得来的 他获得了这个权力 这些贵族获得了权力之后 然后随着历史的演变 他们就形成了以后英国的上一院 然后平民在争取权力 就获得了什么 下一院 这就开始权力有了什么 平衡的什么 极致 大家知道 绝对的权力会产生什么 绝对的腐败 当一个人不受制约的时候 是风险最大的时候 我经常给大家分享 规范产生自由 没有红灯的约束 哪来立灯的创行 所以 1215年 对国王的权力的限制 掀起了人类历史上 人权进步的重要一个篇章 我们再看 1861年 俄罗斯做了什么事情 俄罗斯宣布 废除奴隶制度 俄罗斯为什么要废除奴隶制度 因为在1816年 俄罗斯的资本主义发展 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 需要人手 但是这时候 很多农民还是农奴 他们没有自己的人身权利 他们只能在农奴主之间 开始什么 买卖 所以严重影响了什么 这个资本主义的发展 而且由于压榨农奴特别的残酷 经常的什么 暴乱 所以当时的警察局长说 农奴制度是国家脚下的一个火药库 在这种情况下 又发生了一个历史事件 德国要进攻土耳其 发生了克里米亚战争 克里米亚战争战败 战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从俄罗斯运兵到克里米亚的速度 比英国法国来打俄罗斯 从英国法国运兵的速度还快 因为他们已经市场经济了 已经有资本主义的制度了 所以他们的战争暴露出俄罗斯经济制度的落后 为了改革 为了进步 所以俄罗斯宣出了什么 奴隶制 我们刚才想的英国的大宪章 到1861年的俄罗斯废除农牧 一个重要的特点 就是解放人 我们企业讲授权 也是在解放人 我们30年改革开放 也是在解放人 解放人是什么 思想观念 这一次美国总统奥巴马当选成 第一位黑人总统的时候 有一位美国评论家说 南北战争才终于结束 黑人才终于获得什么 自由 这两百多年还是受了很多的什么歧视 可想而知 授权非常难 为什么 首先要改变什么 观念 我过去在讲授权的时候 我讲的是授权管理 最近一两年 我不再讲授权管理了 讲授权经营 有很多人把授权当作工具 这是个错误的理解 授权经营 它是个思想体系 它是一个制度改造 是文化改造 如果你仅仅把它当作工具去用 你无法用 用不开 所以1861年 俄罗斯废除了农奴制之后 然后它迅速崛起 这跟他们的授权有关系 因为把权力交给了农民 在1862年 美国又发生了个重大事情 林肯宣布废除黑人奴隶制度 美国的黑人宣言 美国黑人宣言 直接导致了南北战争 北方的胜利 然后解放了什么 黑奴 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接着美国又出牌 另一个宅地方 这个宅地方非常有意思 他说你只要花10美元 到美国的西部登记 你就可以获得64公顷的土地 你只要在那个土地上 耕种五年 就可以获得它的权利 所以美国的资本主义迅速发展 到19世纪末 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 工农业资本主义大国 从美国的案例 俄罗斯的案例 当权力往下走的时候 这个国家就在发展 讲完了西方再讲讲我们中国 1978年 中国改革开放 这也是一次权力的下放 我记得1978年 那时候政府的部门有多少 大大小小加起来 100多个政府部门 但是到现在只有20多个 那时候是大政府 什么事情什么都管 78年中国改革开放 为什么厉害 因为包产到户了 中国革命的成功 向来都是从农村什么包围城市 解放了农民的生产力 也就是解放了中国的什么生产力 所以从78年那时候 粮食不够吃 到84年的时候 中国基本上已经把自己的粮食问题 什么解决了 可想而知 授权是多么重要 然后伴随着包产到户 我们还进行什么 市场体制的改革 市场和计划 长时间被我们的很多人 在纠缠不清 到最后邓小平说 市场和计划是手段问题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 社会主义也有什么 市场 市场的概念是什么概念 市场经济的概念 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价值交换的概念 我记得1980年我去读大学的时候 我们家一个亲戚 他在外贸 局工作 他动用的是从苏联进口的福尔加汽车 我坐上那个汽车去送我去 要知道那时候能坐上小汽车 是政治身份的什么 表现 现在福尔加汽车早已经什么 淘汰了 看一看山西的梅老板 动不动就是汉马 动不动就是宝马 三天两头再换 就是说 现在由于授权经济发展了 奢侈品已经变成什么 普通品了 计划意味着什么 计划意味着垄断 所以我们在经营企业的时候 应该把这个权力什么 下放下来 我们从英国的大宪章 到俄罗斯的废除农奴 再到美国的废除黑人的奴隶制 再到中国的包产过后 整个的历史严格看下来 我们的权力正在走下什么 神坛 权力正在一步一步走向老百姓 当然我知道做企业的人 他有这么一个想法 他说我做企业真的不容易 我要交给他们了 他们什么 我做不好怎么办 但是你要搞清楚 如果现在要想发展 你必须让大家跟你一起来经营企业 你必须相信大家 如果你不相信大家 大家的资源就无法什么 整合起来 所以我们讲授权 老板必须把你认为这些权力是你的 交还给谁 交还给员工 根据我的研究 交还给员工还不够 还交换给 交换给客户 因为真正的客户才是我们的什么老板 我会相信大家的客户也看见 我会想看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ll things in this world, best media, it's for you. Self-independence, world-ly people. Self-independence, world-ly people. Self-independence, world-ly people. It's for you. Self-independence, world-ly people. 感谢观看